另外提醒所有的人搭飞机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小心了 现在居然有所谓的空中大盗 你可以看到他可以趁民众不注意的时候 就拿置物柜的行李 把里面的钱全部都给偷走 而说到这位大盗 是中国的一名韩信退役的武装警察 原来这三个月之内 他已经得手了数十国的货币 他会有这样的手法 他是花了三万块人民币来拜师学艺 这过程当中其实除了他还有其他人 那他偷完这些钱之后 同伙就会接应他的赃物 所以警察在抓人的时候相当难人赃俱获 这幕后疑似是河南帮来进行操控 那他们看准的航班 我们就来看当中警察会发现 就是当时在今年1月的时候 有一个新加坡的旅客来到台湾 就发现包包里面的现金 竟然全部都被换成口罩 而这个航班是从新加坡到台湾转机 再飞到香港 他们就是看准了第一个 台湾是一个转机热点 有很多的商务客 既然你可以看到 他们买一段机票就可以偷弃两次 包括新加坡到台湾 还有台湾到香港 身穿黑外套男子飞机上乘旁边的人 忙着享用餐点打开置物柜 把行李拿下 偷偷放在脚边 东翻西找 不过其实他根本不是行李的主人 而是小偷 把里面的钱全拿光 后晚若无其事 把行李放回 旁边的乘客还没察觉异状 幸好一旁便衣行警 掌握他的行踪 全程度下铁证 警方大声呵斥 上靠压制 地板上五颜六色的钞票 黑衣男子身份也曝光 是中国的韩信退役 武装警察来自河南邦 在中国花钱败师学偷窃 失陈四川省绰号秃子的人 这次搭飞机行窃 短短三个月就得手数十国货币 受害者国籍人数不计其数 警方今年一月获报 均线追查将他逮捕 嫌犯们非常叫花挑选 从新加坡飞到香港 明明能支飞却在台湾转机 就是看准这三个地方 都是商务人士飞往外国的转机热点 因此端点在商务舱进行偷窃 通常一上机就行窃 整个过程快很准 移送时戴上安全帽 低头不发抑郁 警方进行搜证时发现他们还会分工 一人窃取财物后再由另外一个人 从厕所接应取物 被发现时就不容易人赃俱获 警方目前怀疑两人背后有空中窃盗集团操控 河南帮扮演重要角色将持续追查 不让旅客成为空中大盗 眼中肥扬 华新闻杨志宇 李红杰 全新子桃源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颖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